四大演技派小生正式上位 科版出身的他们演技真的是没得说 四大演技派小生正式上位 科版出身的他们演技真的是没得说 近几年 很不少高颜值的小鲜肉通过网剧爆红 成为了当下大火的流量小生 但是在他们走红的同时 他们的演技也受到了网友们的质疑 然而 还有另一类小鲜肉 科版出身的他们在毕业后 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成为了演技派小生 近两年 网友也总结出了娱乐圈新上位的四大演技派小生 94年的彭于唱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演技派 刚开始 他从各种跑龙套的角色中磨练自己 然而 在电影《闪光少女》中 凭借出色的演技入围了多个新乐男演员的奖项 除此之外 他还在演员的诞生中的变现获得了张子怡的赞赏和肯定 在去年大火的网剧《小美好》中 男二高志亭虽然没有像男主户一天那样大红大紫 但是他在里面的演技得到了网友们的肯定 同时 他还是刘天驰的学生 还给刘天驰指导的电影担任男一号 不仅如此 他还等到了李光杰 张天爱等演员的夸赞 另外 在《你好就是光》中大火的男一号张新成 将那男李扬眼的非常的到位 是备受看好的演技派小生 另外 他是个妥妥的学霸 在当年高考的时候 他以专业和文化客双低进了中系音乐剧专业 他的前途也是无可现场啊 另外 高志亭的同班同学屈楚霄也是演技派小生中的一员 在《我的朋友》陈白渡小姐中 她的演技非常的出彩 一场和父母对峙的戏让观众直呼过瘾 也因此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相信这娱乐圈的四大演技派小生以后必然前途无限 毕竟实力也摆在那呢